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为蒙了面就没有人认得他们 以及逮捕到他们 于是胡作非为 或者没有面罩的时候 他们可能是外表平常 纯良的青年人或者街坊 但是戴上了面罩就好像着了魔 变成失去理智 手段残暴的魔性示威者 天使都变为魔鬼 今天要止暴制乱 最及时而有效的 莫过于推动禁木面罩 反对派政客和反修例示威者 常常说勇武示威者的暴力升级 是因为警察满保 但是只要大家坐定定看一日直播 不难发现事实是刚刚相反 差不多每逢周末周日都发生的暴力冲击 已经越来越激烈 其中在湾仔港铁站 一群警员正在执勤 有暴徒就在高处向警员投窄汽油弹 一个扔不中就再扔多个 好像要将警员置诛死地 在元朗就有暴徒早有准备 研究如何再强化汽油弹 并且宣称要在国庆日 来一个十一国庆炎火晚会 全民升为魔法师 所谓魔法师就是扔汽油弹的示威者 社会心理学中有一种叫路西法效应 也就是承魔 指出人在其他人没有办法辨别自己身份的情况下 行为就会有意无意地超越道德底线 甚至变得邪恶 根据基督教的文献 路西法的志愿Lucifer 正正就是堕落成为魔鬼的天使长 我们是不是想青年人继续堕落成 满手血腥的暴力恶魔呢? 要立禁蒙面法的确是有不少的挑战 但是大家可以设想一下 如果要以真面目示人 暴徒还敢不敢扔汽油弹呢? 敢不敢抢警战呢? 会不会当众打异见者呢? 还敢不敢私了 即是行私刑呢? 其实不少西方国家早就定立了反蒙面法 例如美国早于19世纪就有禁止蒙面的法律 及后因为要打击联群结党 嘔打甚至残杀黑人犹太人的三基党 各个州份亦都相计定立了这条法例 其他国家包括加拿大、法国、西班牙 一样有蒙面法 如果套用法对派最喜欢说的国际标准 香港实在有必要看齊、尽快立法 日前民主党议员邝俊宇受责 民主党主席胡志偉立刻站出来谴责暴徒 声称警方有责任保护港人免于恐惧 以及保障市民人身安全 但仍然还未和反修例示威者的暴力割席 除了警员、无辜市民 现在反对派的自己友都受到暴力袭击 不知他们会否支持定立禁蒙面法呢?